是不是大家都有一樣的煩惱呢 才剛剛領到年終獎金 開心的沒幾天 不管是發紅包也發的差不多了 然後現在要碰到的是 報稅季節要到了 要準備繳稅了 節稅攻略 這是人人都要學的 而且是學一輩子的事情 從你少開始有收入之後 要繳稅到你老年 你要想怎麼樣 讓你的這個賺了這麼一生的財富 可以在節稅當中 不至於太多的錢被政府給磕走 那我們是合法節稅 今天就請到了蘇律師在現場告訴大家了 不過蘇律師這個案例 因為在過年期間 大家都會碰到回到家庭當中 很多這個兄弟姐妹 跟父母 祖父母聊聊天 有時候也會不免提到 這之後要怎麼傳承財富 這個案例比較特別的是 也告訴大家 傳承財富對於節稅的部分 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課題要學 到底是什麼問題 是這是我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說 他今年過年的時候 他知道說 以前他的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他們其實蠻有錢的 開店 開店做生意 至少三棟房子以上 還有幾千萬千金 當時都有千萬千金 你知道多少 當時 可是不過他那時候 他只有一個兒子 祖父母只有一個兒子 還有舅舅 那他是 爸媽是他長女 有三個女兒 他是重男輕女 所以曾祖父母就想說 怎麼樣做呢 他就把所有財產 就給什麼兒子 全部給兒子 對 因為是重男輕女 不管兒子怎麼樣 兒子就好賭博 朋友做什麼 就把錢給人家 是這樣的兒子 那時候曾祖父母 因為年紀也大了 想說這樣子好了 那這樣我乾脆把店收掉 兒子也不會接嘛 乾脆把店收掉 女兒說不要 爸 那個很辛苦 你這個店好不容易 我來接起來好了 於是這個長女呢 就接下這個公司 是 店面了 店面 所以兒子繼承這些財產 那其他出價了 那四十年很快過去了 這個長女呢 現在呢 已經有一個公司 股票價值六千萬 她的先生跟她一起努力 她有公司股票一千萬 當然還有現金房產等等的 所以加起來有一億兩千萬 哇 不少錢啊 可是她現在發現問題了 她的小兒子啊 她有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 小兒子亂投資 完全也是也是好吃懶做 給他錢完全花光 所以她想說該怎麼辦 而且她還有另外想法 那應該她覺得說 我賺這麼辛苦 你看我從零耶 賺到現在有一億多 以前這個祖父母 都不給他們的 都不給他們 他們憑著他們自己雙手賺出來 那我也不想解 我太多歲 該怎麼辦 所以她碰到三個大問題 三個問題 來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最重要就是要 解遺產稅 因為她有很多資產 對 遺產稅 不是你死了之後才想 那就可以課很多 現在就開始規劃 對 現在規劃是有合法規劃方法 但是你看她的問題又是 就是這個 很擔心先分給兩個兒子 然後小兒子很容易亂花錢 又敗光了 打敗光了 對 這就很矛盾 這是擔心 第一個擔心 那第二個是好不容易 因為經營起來這個公司企業 企業就賺錢 經濟母對不對 那經營權可不可以給大兒子 如果給大兒子 奇怪 那這樣我都給他 那我又想公平 這對父母很想公平 小兒子會怨啊 怨啊 對不對 怎麼都給哥哥沒給我 那我希望說 也能夠給小兒子 可是又怕被敗掉 經營權又被 到底怎麼辦 所以他很困擾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 第三個問題是說 那這樣 我還想要再解稅 解到 我現在覺得說 不是下一代 而是下下代了 我要照顧我的孫子 也有時候我可以乾脆 我傳承給孫子嘛 對不對 那用孫子來照顧兒子 看可不可以這樣做 傳承三代 有沒有辦法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遺產稅 今年的免稅有提高了 免稅的部分 今年有提高 對 免稅是一樣 那扣除額有提高 扣除額提高 免稅仍然是一千三百三萬 那扣除額提高成五百五十三萬 配偶扣除額 子女的扣除額也是提高的 那傷障被扣除額也提高 我們就把它加起來 也就今天我們在算稅金的時候 你要是知道免稅的地方 可以扣除的地方 到底可以多少 先算出來 可以扣掉多少 就是這些 只要這些範圍裡面 是不用刻到稅的 所以就把它加起來 免稅額一千三百三十三萬 再加上有配偶在的時候 五百五十三萬 再加上兩位子女 五十六乘以二 一百一十二萬 再加上傷障被扣除 一三八我幫大家加好了 是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 可是他有一億的資產 對 不過一億多算要分兩個 因為他是父母親 也就是今天他是父母 父母各自有六千萬的資產 所以我們來看 今天兩千多萬是免稅的 六千萬我們把取個整數是四千萬 所以我們今天四千萬 如果刻一產稅可以刻多少 就十趴嘛 四百萬 四百萬 就被剋走了 對 那怎麼省回來 其實法律上有一個合法的方法 結稅 公開結稅的方法 只要時間夠長 就跟付利一樣 你時間夠長 你就可以把稅省下來 所以那我們就利用 贈與稅免稅額 每年有兩百四四萬 有四千萬 要把它變成四千萬二十四 稅大概是十五年左右 要分十五年 對 反正還好 還好 反正六十多歲 十五年七十幾歲 八十歲 還好 十五年前就開始要每年都 兩百四四萬 對不對 所以用這樣方法 可以分年結稅 把全部四百萬 通通都什麼 省下來 省下來的目的什麼 其實很有趣 問他為什麼要省下來 我省了四百萬 兒子多拿四百萬 凡事都是為兒子 你看這是天下父母心 都是為兒子 其他也不是為了什麼 他覺得要只能生兒子 可是有個問題 馬上到了 第一問題就是說 那我今天如果每年給兩百四十萬給兒子 我兒子每年拜兩百四十四萬 我十五年之後四千萬沒了 是啊 他心痛啊 他覺得不行這樣 所以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 有 運用信託 受益人指定是兒子 將財產贈予給兒子 你說這句話怎麼理解 我們來下一張圖 跟我直接拿錢給他有什麼不一樣 好 這個我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先把父母牽起來這邊 我們先把父母 委託人 我們先不管委託人 我們先把父母 然後我們把孩子這邊 如果你今天要把錢給 錢給贈予給兒子的時候 把公司股權給兒子 公司股權給兒子 如果是用贈予 今天我們用贈的 我把東西贈給他 請問公司股權相當於兩百四十萬 或現金給他兒子的時候 請問這股權是誰的 最後變成兒子的 兒子可不可以賣掉 可以嗎 現金兩百四十萬給他 他可不可以賣掉 可以花掉 對 這就是贈予的缺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信託 信託一樣 父母親在這邊 可是呢 兒子在這邊 但是中間一個受託者 我找一個受託者 一般來講做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銀行 一個可以是自己的 因為他的大兒子可以 大兒子可以 大兒子呢 親屬也可以當受託人 對 可以當受託人 如果今天他就把財產交給他管理 今天財產在誰名下 大兒子名下 他不在小兒子名下 我今天交給他管理的時候 今天說那這樣 那不是一樣都給他嗎 他管理那有什麼好處呢 真的可以管渡嗎 也可以 信託契約裡面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你的目的什麼 目的就是要確保子女不亂花 對 他寫信託 我今天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我要確保他不要亂花 我家族財產可以 可以 但結帥就不用講 可以傳承 結帥不用講 先把他寫上去 第二個呢 今天我在做信託契約的時候 我要多久 今天你這個股票 如果我們就用股票 用股票給他 因為股票兩百四賺這樣過 每年兩百四賺過 今天我可以時間多久 我可以說我請他管三十年 股票三十年之後才把股權給他 真正的完全給他 對 所以這三十年當中會不會安全 安全 所以第二點 你可以時間上可以設立三十年 第三點就是說 今天呢 我們就用股票三千給他 那這張股票 因為是我們自己公司 對不對 所以每年他有 他可能會有鼓勵 鼓勵股息 那我們可以講 我要怎麼樣 我怎麼交信託利益給他 我可能是每年呢 我就交給他 可能每個月十萬 或者每年一百萬 是可以分出去給他用 也不是說他沒有用到 對他可以用得到 所以他可以用得到 鼓勵可是他沒辦法賣掉股票 因為這是家族公司 那所以今天這個狀況 最後三十年後再把股票給他 那這樣就完整 就已經保護了他的財產 那麼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有趣 如果各位大家是 我們大家是股票投資組 如果今天是純股組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樣方法 你不是常常在波動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這樣做 也是可以把純股移軟給下一代 下一代就叫他保管 保管之後 這個受益人兒子呢 他沒辦法把股票賣掉 他就是理什麼 鼓勵股息 所以這樣子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大家投資股票 如果是純股組也可以 我們今天經營公司獲利 其實坦白講 你在經營公司會有兩種獲利 第一種什麼 鼓勵股息 今天配股配息 對不對 第二種什麼 因為你是公司股東 你可以去開股東會 開股東會要選什麼 董事長 如果你今天選董事長的時候 如果你選董事長 這個就是經營者 董事長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有報酬 他可以有董事長報酬 報酬出場獲利 所以他因為今天他的大兒子 我們以兄弟來看 這個是兄 他就設計 可以設計成這樣 這個兄能當受託者 但他未來可以選自己當董事長 因為所有的股權都他在掌管 董事長的時候有沒有薪水 有薪水 打薪水 那因為他是弟弟 他沒有 他沒有在公司經營 所以有沒有拿薪水 沒有拿薪水 沒有 可是相同的 今天他卻有公司股票的時候 鼓勵股息 是不是應該可以分給他 所以就可以達到說 今天公司是對的人經營 我是經營者 但是我可以分享獲利給你 對 因為他是股東 只是我幫你管理這個東西 我幫你管理的時候 你是股東 我配你鼓勵股息 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而且是依照父母親的意思給的 OK 好 這沒問題 兩個問題解決了 第三個問題 剛剛講到要傳承給孫子怎麼辦 因為現在問題就是 今天他的小兒子 他其實比較會亂花錢 他想說我怎麼樣再給兒子 他搞不好他到六十歲還是亂花錢 最後三十年 雖然我鎖了三十年 可是最後他還是亂花掉 我還是很氣 怎麼辦呢 那又運用孫子 通常我講可以運用孫子 來照顧底的兒子 利用孫子照顧兒子 孫子照顧兒子 那如果今天我們用簡單方法 可以訂立遺囑 我們遺囑的話 你不需要跟他們講 就說那我這樣子 我們要把這個還是家族圖畫起來 父母 父母他有兩個小孩 子女 那這邊有孫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父母親寫一個遺囑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直接跳過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這叫做遺症 遺症 我把財產遺症給他可不可以的 那可以遺症給他的時候 那可是我要照顧的兒子怎麼辦 那就附個條件 附帶條件 對 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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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照顧爸爸 或怎麼樣給他這個東西附帶條件 附帶一個負擔 附帶說你該做什麼事就做 所以這樣好處是 今天實質上他拿到 幫他照顧他 有點類似像信託的味道 那這個東西用遺囑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很快速 這是可以用遺囑的方式 另外有個設計分別受益的信託 對 也就是說今天的受益 我們剛剛的信託都想說 受益者直接寫給這個兒子 就是這個小兒子 可是能不能把這個受益者 把它分開一下 我這中間 三十年中間的鼓勵股息 全部給兒子 但是三十年後 給孫子 也就是這一張股票 我們今天他有六千萬的股票 今天三十年後 三十年後是給誰 給孫子 可是這三十年中間裡面的股力 是兒子拿走 兒子拿收 都照顧到了 都照顧到了 所以分別受益 我只要把它設計成分別受益方式 設計好就可以了 瞭解 因為這叫分別受益 分別受益 那麼也可以說 那這樣我不想生前 就把這個股權分配掉 那你可以用遺囑信託 遺囑也是可以做這樣 另外就是負負擔的鎮與契約 他說很多人在講信託 我聽不懂 鎮與我聽得懂 遺囑我聽得懂 直接寫清楚 要怎麼送 乾脆我就付負擔 也就是今天 我今天贈予給孫子的時候 我跟你付不負擔 我剛開始就送 我就告訴你 你要拿到這筆錢 你必須要做到什麼 我兩百四十四萬我給我孫子 股票不然什麼都給我孫子 可是那什麼 你要照顧你爸爸 把它寫得很清楚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照顧兒子 也照顧孫子 然後就可以把遺產稅降到最低 好 謝謝律師告訴大家 今天教大家很多 謝謝律師請回座 剛剛這樣講的 投資朋友 學到了 這也是我們要一輩子了解的事情 大家都可能會碰到 待會回到夏翔澤說到 真的就是講到年終獎金 要放對地方 現在不只是準備要報稅 可能還可以把你的年終獎金放大 你要買對 要放對地方 待會告訴你要放對什麼明星產業 謝謝 謝謝 謝謝